楊維銘就有一天晚上打電話 你覺得練球啊 或者是他們這樣就自己控制到 你覺得你習慣嗎 然後我就回話說 欸 學啊 我真的超習慣 每一隊基本上的配置都是一大一小 黨人那個都是大佬出浪 然後他那個已經站在那邊 夾立準備要等我過去了 你就看到那個肌肉就蹦出來 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看到 喔 夾到好了 好 撇開就是比較火爆脾氣的這一點 其實就很多人在你高中的時候 就把你評價為就是一個 Power Guard的那種概念 能力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小阿哥你那時候對於 華哥那個時候的能力 就已經讚許有加了嗎 沒有什麼注意 蛤 你沒有注意到他 我們那時候球隊厲害得太多了 是後來他來了以後 跟我們一起訓練之後 我才覺得喔 第一個身材就是穿得很壯壽 而且重點是嚇了我一跳 他很會跑 讓我很驚訝的一件事是 雖然說以前大家會注意到他的是 因為他的一些火爆脾氣 但是我們去會發現的是 比如說他在訓練上面的認真 訓練上面的投入 是非常努力的 像那個時候我們球隊裡面最會跑的 小六跟浩呆 大概跑3200還跑多少 第一天他來練球 一跑他竟然跑贏小六 跑贏浩呆 那時候大家就真的有點嚇到了 所以想說去最年輕啊 跑最後一定被幹了 所以就是 所以那一次其實 跑得滿累的 就是跑贏小六跑贏浩呆 我們就覺得哇 因為那個時候 有意思耶 雖然說年輕人會跑是應該嘛 但小六浩呆 那時候也不老啊 也是真的很會跑 就覺得 可是他其實高中畢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不是沒有球隊 想要就是繼續找你 之後啊 你要進入到成人的球隊裡面 一開始有點乏人問津的感覺 對 可是我那時候一開始也沒有 去想到這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就是 還是比較注重升學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在想說 欸大學要去 那個學 你說你注重升學 沒有啦 我說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我想說你 那個年代 你跟迷惑了一下對吧 對 那個年代 欸你後來是念古代對不對 古人大學 對對對 不過最後就是獲得機會 隨著台平去關護杯測試 但是卻遲到耶 你還記得這件事吧 記得 為什麼會遲到 而且被罰跑了40圈 加面壁思過 欸你如果是大人 然後被罰面壁思過 你就會滿多莫的 為什麼會遲到呢 因為那時候我 剛上去的時候 我沒有跟 浩呆他們住在同一個宿舍 我就住另外一個宿舍 然後那個時候 是我分誰啊 有一個很高的那個叫什麼 林哲維喔 還是維正 哲維 你不是住在那個夜市那邊 我住在靜華城旁邊那一個 然後那天會遲到 應該是要怪那個學長 那學長 哲維很會睡覺 對 哲維真的會睡覺 因為我那時候剛上去嘛 所以沒有交通工具 所以我基本上去練球 都是給他騎摩托車載 所以那天就是 應該是說他睡太晚 然後我就是在客廳一直在等他 那時候學弟嘛 又不敢說 也不敢去叫他講 學長披層嘛 也不敢叫 他默默等他這樣 然後他出來說 走走走遲到遲到 才會有遲到這件事情吧 喔 那你們有連坐嗎 你們兩個都有被懲罰吧 我忘記了 你忘記了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但就會罰他這樣子 對 因為你菜 對 那個時候罰你跑四十圈的是 Coach球嗎 沒錯 那到底那個時候是怎麼跟你說的 到了他就遲到 就稍微念了一下 你就罵是用念的而已 我一開始去 我其實也沒有跟 Coach球很熟 因為那時候就是 去練過幾次球這樣 然後那一次遲到 進球場的時候 有點硬硬 想說 就是覺得 信念 你知道 剛才剛上來練 沒一起吃就遲到 對啊 然後後來 他的口氣也沒有很差 就說你去跑四十圈 然後就是面臂死過了 綽綽銳氣啦 對對對 因為大家也都是 對他的事蹟 都是用拼來的嘛 真的是年輕人 總是要 讓他可以好好的 正正的往上 捏一下他那個態度 那種感覺 不過因為當時 UBA跟SBL 還沒有切割的狀態 你進入到輔大 但是又因為脾氣的關係 被勒鈴退隊 他說到底就是 怎麼樣千回百轉 又回到球隊 這段故事 其實沒有太多人知道 你說怎麼從 被退隊 然後再回到球隊 為什麼原因被退隊 然後又是怎麼回去的 我那時候是打到大三了 然後那一年 就是 劉老師又找我們 另外一個學長 打球風格 又比我更出產的 心精展學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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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精展學長 真的是打球 他 你沒辦法想像 他可以這樣子 要抄球喔 然後 啪一打 練球而已喔 我骨頭就斷了 蛤 你骨頭就斷了 而且心展瘦瘦的 他是斷掌嗎 所以我只是一個這樣 欸 晃一下 他就要抄球嘛 不要一打 我就說好痛 手舉不起來了 可憐去照一隻光 骨頭 很乾淨的斷掉 太誇張了吧 然後林營舟醫師還說 你是被熊打到的 哈哈哈哈 我說沒有 我只是被心精展打到而已 哈哈哈哈 可怕喔 oh my god 沒有啦 就是有時候 剛好一個角度而已啦 他可以去參加 世界最強壯的男人 哈哈哈哈哈哈 好扯喔 好好繼續繼續 然後呢 店長來了以後 對 店長來了以後 就是劉老師基本上 就是 都是交給他帶嘛 因為 展哥那時候 在我們 古大的傳聞裡面 也是 蠻 蠻 蠻恐怖的 所以那時候 他就覺得說 他帶我們應該會 我們會稍微 比較聽話或者怎麼樣 然後一開始也是 順順的這樣過 然後剛好是到 有一場比賽 剛好對上國體吧 那個後衛好像是叫 蠻娜 叫黃文營 就是一個轉換快攻 只有我一個人手而已 然後剛好他們 三個人推過來 三打一的快攻 然後他就這樣運球 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一個手三個 我不是犯規 肯定就是 他們得分嗎 所以他過來的時候 我就是 向前一個 定在那邊這樣 就是讓他來撞 可是我身體是有出力的 所以等於說 他就整個 撞到條啊 對 然後他就躺在地上這樣 當下我也覺得說 就是應該就是 一個奪旋犯規 我也覺得我的動作 沒有到非常刻意或什麼 可是後來 判決完以後 劉老師就是 也沒叫我回 球員洗坐 他就說 先出去 就是比完賽來說這樣 然後後來比完賽 他也沒來跟我講什麼話 然後他就請 我們那時候隊長 余偉倫那是誰 然後就說 劉老師說 你從明年比賽開始 先不要懶 類似這樣的處罰 可是這中間 他們的比賽 我還是有去看 可是我沒有坐在 球員洗 坐在樓上 觀眾洗 那一陣子也都沒去練球 那是後來 斑哥去幫我跟 劉老師講 就是對 然後到下一階段的時候才 又讓我回來打這樣 可是這樣的事件過程 聽你這樣描述起來 其實並沒有到太嚴重嗎 那場比賽我有看 怎麼樣 就是對 劉老師是對的 因為那場 我真的有印象耶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不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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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哇 真的來了 我記得那一下 是一個犯規 但是可能因為 對方算是一個 反應蠻大的一個跌倒 是這樣子吧 蠻大的 後來是腦震盪 輕微腦震盪 你不是只是站著而已嗎 對方腦震盪了 他那一下犯規 蠻大力的 總之就是 看得出來說 哇塞 真的來了 因為當下我會想 心裡想說 大三人 長大了吧 長大了吧 我也亂來吧 碰 還是一樣 沒有變 不是啊 因為剛剛華哥 你這樣形容 我會覺得說 嗯嗎 你就是站在那邊 就是把它擋去而已嗎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Google一下 這個畫面 應該還可以找得到 蠻危險的 他就是有一些分寸 他不懂的去拿捏 不過你真的 因為脾氣的關係 真的發生了非常多事情 而且每一次都會被 如實的記錄下來 讓大家傳唱蠻久的一段時間 你有沒有想過 要試著改變一下這件事情 當然有啊 可是有時候就是 場上那種情緒來的時候 真的是就是 你知道有時候上場前 就跟自己講說 欸不要再發脾氣了 寫一個心 吞下去 冷靜一點 順順打完就好 可是每次當那個情緒來的時候 就覺得說 就那個情緒 沒辦法去消化它 喔齁 對啊 可是到後來也 應該是越來越少 沒有到程度不窮 欸但是你看他這樣子喔 感覺好像打得很兇殘對不對 欸真正幹起來 他欸 他老兄他也沒有衝上來欸 沒有 你有經歷過我們 你說你們跟韓國推打的時間嗎 你有嗎你在嗎 我不在 那對於台灣大那一次 你在嗎 我不在 欸怎麼那麼剛好不在啊 那抱歉我誤會你 那只能說他運氣好啊 沒有啦 但他真的 還好他不在 他真的 我記得幾次 確實那個時候 有幾次在場上的打架事件 也沒有記得說 他就衝出來跟人家那種 很兇狠的跟人家 干架什麼的 最後還是可以保持到 最後一絲的冷靜 能這樣子說嗎 差不多 應該可以這樣解釋 欸不過這樣子跟你 就是隊友 還有你的教練 這樣相處下來 除了蔡一串教練之外 有沒有人就真的很 苦口婆心的勸你 就是說你要改革一下 你自己的那個 心善啊 脾氣修煉好一點 有沒有這樣的角色 你說在大學還是在 就各個階段 有沒有人很苦口婆心的 來去歸勸你這件事情 都有啊 國高中的時候 全部都有 一路以來都有 國高中就是蔡老師嘛 對對對 可是他也沒有到 每一次都會一直講這個事情 因為你也知道他的脾氣 也是情緒來的時候 他也是你知道 所以說我可能 情緒快爆發的時候 他會把我換下來 請那個我們助理教練 跟我講一下的時候 就是稍微冷靜一下 再上去這樣 大學的時候就是 劉老師其實也不太會去 跟我們提這個 因為他是 帶我們感覺是 比較那種佛系的教練 默默的看 這樣默默的看這樣 然後他覺得你有做錯或什麼 他就最多就是把你換下來 大學的時候 跟我講比較多的就是 膽哥吧 那一兩年帶我們的時候 可是他本人也是蠻兇殘的耶 反正他叫我比較生氣的角度 講的方式也是 是覺得我還蠻可以接受的 那你在09年的時候 又回到了台北 是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那個時候好像是因為 對我們那一年打 在UBA打冠軍嗎 應該是小六 欸怎麼又是小 又是小六 小女現在稱呼他六哥 六哥 開始愛六哥 六哥那時候就是 剛好那一年在大學打冠軍以後 他就覺得說 欸為什麼就是你不繼續打 所以他才有跟顏哥提 才又回去球隊這樣 你剛剛提到顏哥 我們就直接問這一題 因為曾經他在把你換上去 之前交付你的任務 去弄死他 對 小孩哥有跟我們分享過 是我宣布的 喔 是你宣布的去弄死他 不是啦 是我在讓大家 就是我現在常會看到 比如說BDD會網友 就會很喜歡寫 周志華給我上去弄死他 對對對 已經變成一句經典了 你還記得那個時候 要讓你嚴加看管的球員 到底是誰嗎 到底為什麼你要這樣去弄死他 沒印象了耶 我忘記是誰了 你還記得嗎 小孩哥 就是那位藝術家 喔 對 那你這樣講我就記起來了 對對對 我就記起來了 當時你有把這個任務做好嗎 有 因為他那時候好像是 偏打了四面嘛 就是裁判也不衰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好像也是 氣候賽啊 他就交付給我這個任務 因為我上去我也覺得說 我當然知道說 宗哥很厲害 那種暗來的很厲害嘛 可是我又覺得說 反正我身體好 你打我都不會痛 跟小六一樣 沒有 怎麼又是小六一樣 怎麼又是小六 六哥六 其實我們兩個也沒有 真是幹一幹去啦 我就是一直 用身體去對著他這樣 還因為一個 搶一個球 然後兩個一起撲在地上 然後 你還抱在一起 對 抱在一起那種感覺 還相似一笑 我那時候抱在一起 就想說 欸 他會不會偷踹我 你還很擔心他偷襲你對不對 結果竟然心心相襲 情不自禁 哇塞 居然這兩個人 就是在我們的榜單上面的前兩名 居然沒有太多的正面衝突 看來我們只好把 更多的希望 放在林群峰身上 哈哈哈哈 還有金金仔 哈哈哈哈 好可怕喔 不過你在SBO之後呢 你就去了NBO三年嗎 四年多 四年多的時間 那個時候章子怎麼會 想要去挑戰NBO呢 剛好也是 楊玉銘那時候有去CBA 對 然後那時候就認識一個 經紀人介紹 然後就想說 欸 去試看看 然後結果我沒想到就是 一去那邊試完以後 楊玉銘就有一天 晚上打電話 你覺得就是在大物 練球啊 或者是他們 這樣子的自己碰撞 你覺得你習慣嗎 然後我就後來說 欸 去啊 我真的超習慣 哈哈哈哈 一試乘組顧那種感覺 對 然後後來就去了 在動物園的延伸度嗎 回到馬達加斯加的感覺 對 欸 那我要問一下 你去NBO打球的話 賠償比較多嗎 比較好 好 還好蠻多 好蠻多 對啊 那在那幾年 你覺得在NBO看下來 你覺得自己收穫最多是什麼 除了你覺得自己 好像找到了一條 適性發展的道路之外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還沒有像現在 主客廠台灣的 籃球環境嘛 然後那時候就是 主客廠來講 對我們來說蠻新鮮的 然後加上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 還有升A的名量 他就是等你打千兩年 升降極致度 對 升降極致度 所以每一隊的老闆 都會很大力的投入 就是那種淺感 就是用炸的這樣 炸進去 那種 開演技的是 他們找的羊將 基本上都是 有些也是像NBA等級 或者是撒過CBA 然後下來打 NBA有的羊將 那個羊將的等級 其實算蠻厲害的 有為什麼你自己 印象比較深刻的羊將 就NBA等級之類的 讓你覺得在他身上 學到不少 跟有一個羊將有育亮情景 就是我們兩隊原本就是 世衷那種 對 世衷 然後每次對到他們 就是我去弄他 你複製要去 對 那個老外好像叫 哈里斯吧 對 他之後 NBA有打完的時候 他還有回到 NBA的 我記得好像是小牛 還是什麼 然後有簽過十天短約那種 Devin Harris 不是 不是那一個 喔 黑的 那些老外對到會覺得 很快樂 對 會覺得很快樂 就是他們的一些動作 或者是他們那種切入的地步 或者是彈跳力 你會覺得說 喔 這真的就是不同等級的 世界這樣 就看起來你在NBA 應該是如魚得水的狀態啦 也沒有到如魚得水啦 就是 你們也知道說 大陸打球就是 碰撞 非常激烈 對 非常激烈 所以 他們基本上 不會有所謂的 假倒 這種東西的出現 所以倒下去就真的倒了 對 倒下去真的倒 那假倒是我去的時候 欸 有幾場比賽 我就使用假倒這個 裁判竟然 竟然都會買單 就是說 在台灣都是他讓人家 真倒 通常進攻犯規 或是一些 嚴重的犯規 加害者都是他 那現在他去到那邊 他經常 可以演一下說害者 然後可以 他其實是真的得意者 這在台灣是不可能的 因為第一個 除了他的動作之外 裁判會盯著他 所以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所以他不管怎麼倒 裁判都不會追他 因為我會假倒的原因是 因為我手小老外 然後每一對基本上的配音 都是一大一小 來幫他 擋人那個都是 大老出浪 老黑浪 我一看到 然後他那個已經站在那邊 已經知道 加粒 準備要等我過去了 你就已經看到那個肌肉 就碰出來 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夾到好了 記錨愛狗 還有下一場比賽要打 不過你在NBL打的那幾年 應該是滿開心的對吧 對啊 滿開心的 對啊 那後來為什麼 又選擇要過來台灣 然後加入ABL 因為NBL是 到後期 他沒有升降制的這個制度 所以等於說 你在NBL就是在NBL 然後變成說 很多老闆就投入了 資源變少了 對 然後你 錢也變少了 就講說他就錢也變少了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那就沒有意義 繼續留在那邊的嘛 我就回來台灣了 就加入了那時候的夢想家 對 沒錯 那你在夢想家 這樣突然從NBL 到回到ABL那種感覺 雖然也是有在跟其他的 就是國家的選手 就是對戰啊 等等的感覺有差嗎 NBL跟ABL 還是有啊 還是會有落差 就是在洋將上面 可是 講實話那時候 ABL比較前面那幾個隊的洋將 其實也都是還不錯的 有些有去過DBA 然後被刷掉 跟亞洲人比的話 他們確實也都是很不錯的老外 現在就是 有ABL你經歷過 NBL你也經歷過 SBL你也經歷過 你覺得這三個強度 如果要你去排的話 小二哥先說好了 你自己這樣子感受下來 你觀察下來 你覺得這三個程度 這三個程度 當然 因為SBL 最直接的就是 找的洋將 不可能會像 NBL 有這麼的好 或者是ABL 水準這麼高啦 SBL我們最熱的時候 甚至是沒有洋將制度的 所以那個時候的強度 肢體碰撞上面 會比不上NBL或是ABL 但是當時我們中華隊 SBL的球風 跟比如說像中國啊 他們比起來 他們都說我們是小快靈嘛 比較小直 但是打得很快 又靈活 但是你上了球場 你在籃球比賽 真的你還是一個 碰撞性很強的比賽 那還是沒有辦法 像NBL啊或是ABL 他們尤其是中國的球員 他們那個碰撞性 真的超級強 比較現實的一點 你在那個時候 有什麼樣的遺憾嗎 就是你自己在SBL啦 NBL ABL 有什麼樣想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覺得說 自己還想要延續 這個籃球的夢想 遺憾是沒什麼遺憾 因為那個時候 原本我是30歲左右退的 所以那時候 夢想家玩 然後沒有繼續續約的時候 其實我賽季快打完前 我其實就已經有跟自己說 我就是 要不然今天打完就不打 雖然說在球季快結束的時候 還有一兩隻SBL球 就問我說有沒有興趣再再回去 繼續估 可是我那時候就 有想要做別的行業的想法 剛好上到這邊賽季接觸 剛好休息一下吧 對 休息一下這樣 算休息一下 所以沒想到 一休就休了30多這樣 對 那還好吧 我一休就休了10年 哈哈哈 而且他是把自己禁賽掉 怎麼會這樣 好 要來到最後一題是 我們這個節目大家最想最想要聽到的這個答案 就是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會排名 就是前五張的球員 因為你每一次都是榜上有名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把自己排進去 那你的第五名 就是前五名有誰呢 中哥肯定是少不了 藝術家啦 藝術家 再來就是我很敬愛的大學長 展哥嘛 展哥 對不對 然後當然左邊當然就是要配一個 尋風哥嘛 哈哈哈哈 是是是 然後還有一個 你記得我們那時候 幼銘那一隊有一個 從金門來的叫呂家豪 你知道嗎 短短的 對 文化大學 對對對 他專門上去手字節 專門上去手字節 那個他是文化大學 李鴻錡老師的秘密武器 喔秘密武器 當時文化大學有兩個秘密武器 一個叫呂家豪 一個叫溫志忠 對沒錯 對不對 阿中 他是叫溫志忠嗎 對 溫志忠 對 這兩個球員我跟你講 名不見清傳 但是身材很壯壯壽 就是要出去嚇嚇人的那一種 怎麼嚇人而已 不是嚇人而已嗎 真的他們 喔那個 下盤扎死 他們不管再擋人 反正就是他們打球 就是非常粗 呂家豪是因為比較後期的 溫志忠這個球員 就是也是有不少的過招 喔 對對對 真的很多 呂家豪 他是粗還是粗 我覺得 呃 我覺得都有 因為他身體也蠻好的 壯 很壯 他肩膀寬 對 很粗 對 好 最後一個人 第五位 你可以說自己 沒有關係的 我的排序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說 就是前五張 你這五個人是可以 一個完整的陣 可以打比賽 唉唷 唉唷 有一個想法 比較要思考 現在缺一個五號 對對對 其實我是覺得說 既然這四個都已經站外面了 五號就是你 因為你在 你有四個這種這種角色站在外面 你在裡面其實 你不用硬 不用硬排 你在裡面其實也不用做什麼事情 對 因為四個都已經在外面 滿輕鬆的喔 基本上 沒有這樣啦 沒有要你排什麼 什麼最佳舞的 不用啦 不用這樣 不用這樣 你就是 對 排序下來 那第五 那我就 那我就把我排進去 自己 對 那就讓你加好去打中風嘛 你來扛四號 要排一下 好 我們正式的提問到這邊 接下來就要進入到 我們的會員提問時間